眼前这只撅着嘴 又一脸不服气的大熊猫就是我的景小七 大名叫蓉蓉 虽然腮帮子气鼓鼓的 可依然还是好可爱 大熊猫景小七 2022年7月27日出生于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 妈妈是大美熊景星 怀疑绯闻爹是七仔 景小七因为出生在 7月27日 加上是景星妈妈的第七个孩子 所以还被粉丝称为小七 景小七真的除了颜色和耳朵和七仔不一样外 无论从外貌上 习惯 或者性格都跟我们的七仔一样 简直就是嗑了七仔的母子 就是黑白版的七仔 在一群小熊友中 总是能第一眼认出景小七 他脸大毛棚 圆头圆脑的超可爱 在这一届小熊友中 景小七最大个 腿部毛发深纵色 背部肩带深逼至合拢处为一细血 两岁不到的小七 大脸辈儿已经比蓬蓬还要大了 喝蓬蓬奶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把蓬蓬奶给倒在肚子上 这是小七第一次失误 小七因为脸大嘴短 所以一般都喝不到盆底的奶 平常都是放在地上 要喝完了才会像这次一样再端起来喝 小七是很聪明的 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 小七直接人力人气地坐着看着小伙伴 小七对待小鸟也很有善 小鸟站着小七的院子看着它 小七当没看见 看了一会小鸟后 直接把头扭向一边去了 景小七和抽条前的鱼爱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蓬蓬脸小眼圈米气朵朵 鼻梁上都有一条黑线 为此大家都说小七是鱼爱的绯闻男友 小七很聪明 和小伙伴在出外场的时候 人工通道突然就被打开了 小伙伴争先恐后地赶过去 才进去两个 眼看这门就要被关上了 小七用力地扒拉着门 还对着帮忙的小伙伴说 你先进去 我店后 眼看着小伙伴进去得差不多了 门也关了 小七忙活半天还是被留在外面了 为此小七生气了好久 再次上班的时候 是一步也不走了 抱住奶妈的大肚 被奶妈连抱带拖的给抱了出来 小七现在也洗蹄单肩了 因为打架暂时和小伙伴们分开了 胖七一般不惹熊 但是别熊惹吉他 他还是可以一熊打三熊的 洗蹄单肩虽然很可怜 好在只是暂时的 我肯定过来吧 来吧 来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